邀请工艺师攜手10个在地店家开发日用器物花莲人石花莲财特展 周末是在花莲设计中心开幕了 公开研究历程和设计成品 延续去年以土壤作为研究材料及应用 今年在以土壤运生的5种植物进行概念定调和地方整合 展现合作成果 展期只有到11月底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花莲设计中心于2022年以土壤作为研究材料及转业应用 获得过红脸设计大奖与美国Muse设计金奖 今年在以土壤运生的植物作为年度策展项目 即日起至11月底 在复兴街55号花莲Gallery 策办花莲人石花莲财特展 5日开幕 公开研究历程与设计成品 邀请工艺师攜手10个在地店家开发日用器物 一楼悬挂的布条是从花莲无处土壤提取的色彩染成 二楼则以5种植物提取色彩 悬挂枯枝藤蔓 仿佛走路森林 透过花莲设计串起城市散策路径 像大家进到一楼的时候 就是我们去挖掘那些土的过程 我们在挖土的过程里面觉得 那我们在挖土的过程里面 开始挖出一个坑 然后带走这些土 然后去找好的老师去做一些研发的时候 那这个挖的过程 我们的一些处在那个洞里面的体感 然后看见的样子 闻到的气味 然后看到的颜色等等 是不是有办法带到展场里面给大家欣赏 所以在楼下的话 你看到那展场 很像进入一个洞穴里面一样 然后你看到的所有的布 都是花莲的土染出来的色彩 你就会被花莲的土包围的感觉 然后到二楼呢 就是因为二楼的主题是那一个 我们从植物上面取得它的色彩 然后我们在采集那些植物的时候 见到山里的时候 常常越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山林 然后有很多长得非常自由随机 很不规律的植物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发现 我就在我都在最后面 然后看着我的伙伴往前走的时候 发现大家走的时候会自己 自己去闪那植物 然后稍微撩一下等等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看到大家这样子走路各自 跟怎么样跟自然去互动的这个姿态 很有意思 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来做一个 好像会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困扰 可是很像我们在 我们走进森林里的时候的那个 身体自然去配合它的那个形态的 一个样子来作为二楼的展场 那每一年的主题都有跟十个不同的店家来做合作 那累计到二十个店家 我们都吸称他们是义勇建峰军 愿意陪着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那大家也可以很快的看到 它这些花莲的素材 透过设计跟工艺的转换 它可以运用在花莲生活的每一个面下 那所以在座大家看完 如果你家你的店想要整体打包 让我们来制作 我们可以从素材设计到制作安装 全部一起帮你做完 那整间店就叫做花莲独有 那作为一个幸福的示范 其实我们跟在场的圆明处的柴佬副处长 我们也有合作 就是我们激起海边的山海巨场 我们在未来的两个年度 就会以这种的方式 为积极的山海巨场以后 做出这样示范性整合性 就是复合性的创意的空间 那这过程当中 不同的在地的族人工艺家 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一起参与 我想这种系统性整合的一种能力 跟愿意参加在这里头 所有环节的花莲人跟爱花莲的人 大家的集合 我觉得是我们设计中心最核心的一个概念 以花莲人时花莲才为题 花莲设计中心团队 今年选择巴勒月桃构树香蕉冰榔 五种花莲随处可见的植物 作为年度研究主题 邀请艺术家范城中担任艺术总监 教训师家潜力店家 合作开发日用所需器物 包含导东益店所 搬育咖啡 雪莉wine only 慕容等店家 文化局表示 两年来累积多个在地店家展现合作成果 欢迎民众见证花莲素材 透过设计与工艺的转换 发现日常生活的各种设计面向 记得讲帮演 花莲师报导